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主要的是他在圈内的好人员和好人品帮助了身边很多的人 大家都知道在圈内很多人都曾因为得到刘德华的帮助才有了今日的成就 其中包括林家辉 宁浩 黄博等多个一线大咖 而最感激刘德华的还有张卫健 在早年张卫健事业低谷时 乃至于快要沦落到破产的地步 所有人都对他避而远之 没有人愿意帮他 而这个时候唯一帮助他渡过难关的就是刘德华 那时的刘德华给了他一张支票 让他自己填数额 同时还送来张卫健一句话 学到就要教人 赚到就要给人 这句话让张卫健终身难忘 不过对比这些曾经路过过的明星 还有一位一出道就是巨星的演员 也曾因为刘德华一个举动 感激刘德华一辈子 这位就是李连杰 其实要说到影视圈的地位 李连杰甚至还高于刘德华 而两人出道几十年也只合作过一部作品 那就是同名状 因为此天两人才有了交际 并且一见如故成为了一对好兄弟 不过很多人不知道 李连杰的小女儿的偶像却是刘德华 在父亲与刘德华合作时 女儿就拜托父亲李连杰 向刘德华要一张签名照 而同样作为巨星的李连杰为了女儿 只能拉下面子向刘德华索要了一张签名 而刘德华得知二话不说就送了一张签名照 而刘德华得知李连杰的女儿喜欢自己时 更是在自己的演唱会 邀请了李连杰的这位女儿上台同演 这一举动让李连杰十分的有面子又感动 而李连杰的女儿在刘德华的舞台上与华仔共舞 跳得也非常的出彩 不得不说既成全了李连杰女儿的心愿 又增大了父亲在女儿心中的形象 刘德华这一举动可谓是非常的智慧 这也是为何刘德华能在圈内红到至今的原因吧